大家好,欢迎来到表述坎世界,最近几天比较忙碌,所以也没有录制视频,那么今天给大家录制一个短视频,这个要聊的话题仍然是跟出国和护照有关,之所以聊这个话题是因为第一,这个话题非常火爆,最近有不少的朋友,包括我个人的同学都来找我,还有当然朋友,推荐的朋友都来问我 这个护照怎么办,出国怎么弄,所以还是接着往下聊 如果是第一次观看我节目的朋友,欢迎订阅表述坎世界,打开旁边的小铃铛 今天早上我一醒,其实一起床,我就在这看油管节目,突然就看到了这个叫白爷说事 白爷说事在直播,我不知道我的观众朋友面前,在我的朋友面前,这个观众朋友们 究竟有多少人看白爷的视频,我是很喜欢看白爷的视频,所以白爷他今天呢,就是他这个节目里就有一个直播,我进去看一下,我说早上起床了,对吧,也没啥事儿,我说看一看他在说啥 结果一看,他是正在说他如何办理护照的事儿 我说这个话题倒是挺不错的,看看他究竟办到没有 结果他的这个,从他这个直播上来讲啊,他可能还在等这个护照啊,但是大家如果没有看过他的这个这一段直播 关于护照的直播,我估计也看不着了,起码在现在看不着 好,因为白爷说事儿在这里面呢,他是发了些脾气,然后他重复了一些,他在北京这个出入境啊,这个福大厅里面啊,当然还有那个所谓的小黑屋 就是实际上,他不在大厅里,他是在大厅后面的黑屋里的经历啊,的确是挺挺火爆的啊,那么别人就是找他的查啊 要查他的手机啊,要看他的聊天记录啊,这个害怕他录制视频等等啊 所以我是基本上就是说,他开播之后啊,我没有从头看起,但是呢,基本上把他整个过程 整个过程都看下来了,的确他也承认啊,现在办这个护照真的是不容易 他拿了这个邀请函啊,实际上呢,是我的公司给他发的邀请函 上个邀请函,是完全真实的,也是有效的,但是他第一次去的时候呢 人家就找他的查啊,找他的查啊,反正就是说,意思就是不想给他办 要看他的和邀请方的聊天记录 和邀请方邀请方的聊天记录 嗯,其实我跟他没聊什么,我发的邀请是非常正式的,是通过电子信啊 结果呢,他碰壁以后,他就来再次找我,找我呢,我呢,就是通过电子信的方式 再次强调邀请是有效的,OK 啊,因为我是通过这个美国的一家体育管理公司邀请他的啊 所以呢,处处境这个管理部门的人啊,实际上呢 啊,看了这邀请啊,也也看到了我的电子信 那他就没有什么理由了,说实在的,对不对 他其他的理由呢,就是说,啊,那是上面啊,就是说是上头啊 实际上就是不准他出镜,这才是理由 因为没有其他理由了啊,所以呢,啊,他也谈到了,就是说 如果有这个邀请函啊,他们真的是,如果是正常的啊 平常人来讲啊,是,啊,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但是碰上他了就不一样啊,因为他毕竟,啊,是这个这个,也许吧 是在人家的名单上,所以呢,就是找着查不让他出来啊 或者是不给他办,就是不给他办这个护照 啊,所以呢,今天,啊,看了那个节目以后,我就想,哎,再来接着聊这个护照啊 的确是在最近几天来找我的朋友相当的多,啊,你没有护照 根本就不要来跟我说出国的事啊,除非你要偷渡啊,是吧 因为很多朋友来问我怎么移民啊,我觉得我第一句话就是问他 我说,你有护照吗,对吧,你小孩有护照吗,对吧 如果你大人有护照,小孩没护照,你移什么名啊 你把孩子弄那儿,弄家里啊,对吧,所以都是不可能的啊,那么从 最近这一周吧,我不少的朋友啊,试图都在办护照 根据他们的反馈啊,很多出入境部门就是直接就告诉你啊 不管你拿着什么东西,直接就告诉你不给办啊,不给办 无论是大人小孩都不给办啊,那么小孩就更困难啊 因为这个教育部门据说有一个文件啊,就是说未成年的这个这个小孩呢 这个小龄儿童呢,是不能出国的啊,意思就是不让他们出国啊 基本上就是不鼓励你是出国了啊,过去过去是OK的,现在是反对了啊 其实宣明的反对,所以小孩想去留学什么初中啊之类的,那是肯定拿不到护照了 旅游就更甭想了啊,所以现在唯一唯一的就是一个商务护照啊,一个是武功啊,你在外面找到工作了啊 比如说你在中资企业啊,在伊拉克阿富汗,对吧,这种地方的中资企业,有这个工作啊,或者是留学啊 留学就是说大学研究生可能还是可以,他没有太多的理由啊 哎,所以也没有什么办法了啊,这个这个这个,好日子过了,好日子结束了啊 好,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儿啊,咱们下次再见 1